台北市文化局期望借由台北书役奖来表扬本市长期保育树木的单位 而今年书役奖首次在校园中举办导览活动 邀请各学校机关来到台北市太平国小观摩与学习 本次导览员由太平国小校委会成员陈一鸣先生担任 期盼能将保育树木的理念推广至其他校园 从整个绿色基盘绿色的这个蓝图来看 光一个太平国小的点是不够的 我希望学校之间能够串联 能够互相形成一个社群或什么的 那其实互相帮忙是可以的 那这样才会有机会 我有经验那你有能力 你可以帮我我可以帮你 本次导览活动超过15个单位参与 而校园中许多生态营造都是校友会与志工们设计 包含临下步道 加东树养护 食物森林等等 期望让校园从点线面串成城市绿色生态 也为地球暖化尽一份心力 我们学校那个小黑纹跟那个蚊子很多 但是我刚刚走到步道里面好像都没有被盯过 因为我在学校工作 就是维护树木跟那个植栽方面的维护 所以每天都要 一定要去喂蚊子 但是我刚刚走过来真的是没有看到蚊子 同时也希望透过树一奖能激励市民朋友们 见贤私奇 关注重视树木保护的工作 让台北市成为会呼吸的城市 记者蔡宇轩台北报道 是什么时候 这是非常好 是什么时候 我这是非常来的 是什么时候